我們在女生討論的女生中 出門的女孩只有越來越多 謝謝Yoyo 太好了 不是你嗎?阿娟 我也是 謝謝… 我們兩個都喜歡一張腰 她很巧… 她很巧,我說我不拍拖,你不准 對…所以她拍拖 等到你了 終於合在一起 大家拍拖了當然開心 但有些事情我們都要很小心 好像這麼久以來 都沒有仔細討論過 就是貼身嗎 是 因為這麼難得,你們兩位出撲 也不想因為瘋身的問題 這麼快又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也是的 對 所以我想問你 你會否覺得自己是一個瘋身的女朋友 我覺得是的,我自己挺煩厭的 我以為自己很男生 有些人以為我是女性 就一開始 因為戴口罰者純粹 對… 但現在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很麻煩 要立刻回覆我 然後… 我要秒回 而且我經常會說話 即是你這麼忙… 真的不要理不住 你竟然會這樣 我這樣會反感 對,男生不是很難得 但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為何女人會黏身 是 我覺得因為太空閒 不要以為她太喜歡 因為心靈很空閒… 只要女人有空閒就大事了 即是有空閒 希望可以求更多 但當你很忙的時候 男人可能會到她自己 又會很忙 她會覺得 為何你不找我 沒錯 其實我也會黏身 但有些時候想跟朋友 或是跟其他人一起 而那段時間就不會黏身 我有了解 我想說不是她黏身 而是她男朋友黏身 可以說嗎 我不知道,Sosa會罵我 但她男朋友… 要找水泡粉 我約她吃飯 她永遠在旁邊也有一個老公 對,她永遠在電燈燈 因為現在我們可以雙相約 先想想一下 我可以說 四是甚麼?四個月 你自己呢?那你會黏身嗎 我也是小時候會 我現在真的挺獨立 因為你忙而已 而且有時候… 因為有一起住 你看得多,我會有點期待出旅行 出旅行時我可以約朋友 到家裡也可以 或是我睡了整張床 心癢癢 甚至是煲劇、煲通頂 也不會被人罵 或者不要說罵 不用吵著她睡覺 我不會覺得我會罵她 你為何又不想教你 但我真的覺得 不黏身是否代表不夠愛她 不是… 因為看性格的獨立 對嗎?男士 而且我覺得你這樣黏身 其實真的是煩惱 而且壓力很大 因為我曾經有個女朋友 好像你這樣很黏身 你也不珍惜 對,經常要訊息 她經常要打給你 或者要面對你 你說完這麼多話後 又會看到臉或是怎樣 為何你經常要訊息 一定要回覆你或是怎樣… 我覺得對男生來說很大壓力 也是剛才說的面對 我覺得有些癡身是 我每天要見你,我約了你 那就可以了,兩個人 但有時有些男生的癡身是 我跟朋友在一起 你也要面對我 對… 那就要在朋友面前跟你說 這就更加不行 你說得這樣,好像你是… 我以前是這樣,我現在不是 我會拍照,拍照 可能我們今天聚集這張照片 發給我們聚集 而且最好是知道女生 有多少拍拖經驗就會比較好 關甚麼事 通常像Yoyo,拍拖經驗比較少 她可能未遇過不同的對手 當她遇過不同的對手時… 你說過自己好像遇過很多對手 她就可以知道… 一對… 一定不是 是要看情況 因為我試過有一個男朋友 當時跟她的感情有些問題 然後我朋友跟男朋友 當時我選了男朋友 因為我想跟她修補關係 所以我打算多見面 可以修補關係 但就弄巧反著了 因為經常見面 對 然後她更加真的見面 而且本來的關係已經不同 還看見你 對 不是的,當時我吵架也會見面 癡身的時候 人家吵架通常要分開 不是的,我吵架也會見面 你會吵架,但我想看著你 想念你 而且大大廈,例如你工作又忙 其實沒有那麼多時間分配 家人有單獨的時間 朋友、男朋友 我覺得如果可以跟老公的同事 或者另一半的同事 或者跟她的朋友真心友善 如果事情是可以在朋友聚集時 你的另一半又在旁邊 那就更好 你又不用再花多點時間 所以你注定要做我們的電燈膽 不,現在你也有男朋友 不用做電燈膽,我們一起去吧 她根本就是見她的老公見到麻煩 找你來攝影機,知道嗎 對,我又想跟你們見面 但有時又不可以懶惰 不如我們看看今天有甚麼案件 好,我試試 你只會坐車,好嗎 不過我也有 我也有… 我們不發了 我吧,其實這個男朋友 不是現在的男朋友 是中學時期的一個男朋友 其實… 中學已經有車了嗎 不是,她沒有車 她接送 她可以送她 其實是可以坐車的 對,11號巴士 11號巴士… 真的嗎 我試過起床 還沒睡醒時,開門上學 一開門就看到她站在門口 我來送你上學 對,然後一起乘巴士上學 但我們是不同的學校 是否甜蜜 甜蜜 頭一、兩次 我只是開門 放學時,我有一時四、五樓 我看上去 已經看到她站在學校的閘口 然後我的同學就幫我 Daisy,你去後門走吧 我幫你灑酒吧 她是男朋友,要這樣嗎 不,因為她的癡身程度很恐怖 其實剛才… 你說那男朋友是個實體 是實體 靈體 我剛才那段話 如果是鬼片的Melody在旁邊 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你可以拍電影 我還會出現電影 為何我覺得很恐怖 所以我經常很害怕 如果我跟她分手 她會否用牠想問我 但你有跟她討論過這個問題嗎 可能我約定某一天才來接我 或一起上學 不需要日常的事 當時的拍拖 我小時候怎會說這件事 哪有這麼理性 對,我小時候就不理會了 我小時候不會這樣 你們認識甚麼人 你的男朋友不夠愛你 是我們不夠理性的 對,圖學為了見男朋友 你這位是女生的瘋狂 這是你吧 很明顯是我 就是剛才我說的男朋友 大家住得很遠都要記得 我記得讀書在沙田那邊 屯門、頸嶺、沙田 是一個三角形 中間 我寧願不上學 然後為了見她 真的每天都不上學 我的職業是不夠的 差點可以考不上學 對,見她見甚麼 只是見一面而已 你不是說見她 然後吃個午餐 就像她一樣 一開門見到我 你好,我來送你上班 我只見你一面 我不會黏住你 我不會犯你 還有很多這樣的解釋 然後你希望她說 不要緊,你跟我一起回家 你也來到了 我希望她可以不上班陪伴我 對,我會覺得黏身時是瘋狂的 有很多自己的幻想 我以為我這麼黏身 對你那麼好 你也會相對地對我那麼好 不是的 但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一年多 真的嗎 有年多 所以到最後吵架 可能說分開的時候 都是因為她說你真的太瘋狂了 你是否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對,所以我剛才的樣子都是… 你剛才看這影片 她所有東西都是用電話去刺 所以… 對 你會有的… 是嗎 只能起步慢一點… 每天見一小時… 每天見一小時 上班嗎 肯定的話,其實有空見面 我也覺得… 她這樣說也對 如果住在旁邊的家 每天見一小時不奢侈 不,我自己… 不,這不是我的 但我曾經這樣… 可能一星期有兩至三天 每天見面半小時 跟她去吃飯、喝一杯酒 就離開了 大家不反感 即是大家耐心,然後不反感 我覺得沒問題 而且可能會珍惜一點 因為每次見面的時間都不多 可能會深深想說的東西 分享的東西會珍惜一點 但我們經常見面 大家也會按電話 不是聊天 是嗎?我沒試過 你們已經開始婚姻步入 這種狀況 我還沒… 所以是你,我還沒… 是我,但我想說 這件事不是大家想得那麼美好 為何會每天見一小時 是因為我一起住的,但我們每天見一小時 因為我們… 對,是否很誇張 所以我現在說我很獨立 因為這件事是她做正常工作 她每天早上8時就出門 但我下班時可能是10時多 我回到她11時 看見那個時間過關 大家只清醒,就是11時至12時 因為12時她要睡覺 準備要休息,第二天又上班 所以我們現在長期 也不是有很多機會聊天或很多事 所以有時媽媽有些事說 你問問你老公吧 然後我說我有空,我還沒空 或者還沒溝通到 但你有少見的煩惱 多見的煩惱 因為其實… 她有很多煩惱 對… 因為她是收5時的意識 我不是長期有工作在身 我以為她永遠是… 她有硬起床 她說3、4時後 我說不行了,5時後永遠沒有空 對,我很討厭 只有阿蘇Sir在一起,沒事 對… 我不想… 所以就是少見又少見的煩惱 多見又多見的煩惱 我覺得我的個案是少見到一個點 我本身覺得自己很不錯 但因為真的太少 我會有點覺得 為何可以約了星期一至五 也有踢球 見大學同學、中學同學吃 那我可以留一天給我嗎 很難得昨天跟她吃拉麵做晚餐 覺得很感動,很久沒有拆開腳 她的隔壁曾經是相處… 她睡著了隔壁 是誰都沒有分別 對… 對於瘋身這個議題 你們倆,我請你平衡一下 我們倆就剛好 對… 剛好 我也祝你們幸福吧 我們也幸福吧… 你不要給我心想,沒有女朋友 這麼多女生中最獨立的就是阿娟 為甚麼?因為這幾年沒有拖廁 單身的生活多姿多彩 真是多獨立 我覺得這麼多女生中 Crystal就是最獨立的 她自稱是大叔系 而且她很多時候都不問世事 所以她十分獨立 你們別跟我爭 我覺得最獨立一定是我 為甚麼?我23年都是自己一個人 有甚麼我過不了 那我也…